康民署裏頭的場地 包括一些文化中心、體育場地等等 它都有一定的守則 這個守則不單止是用在一些使用者 以及一些工作人士 它是白紙黑字寫了出來 所以我相信在執行這些規則的時候 政府的人員或者一些保安員等等 都是執行原本的規則 這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希望各界的朋友都能夠體諒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車那裡的確 很多部門都有一些車借給警方 他們做了調動 他們有一個全權的使用 大家部門都有借車出來 去支援警隊的工作 這是有這樣的需要 請回答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可疑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